回收上级的伏笔 今天要玩的就是这个NDS改GBA的机子 在淘宝和闲鱼上这东西还蛮便宜的 90块钱左右 可以看到他把上屏幕切了之后 这里是重新做了一块板子 贴上了老人的标志 背后就没有变动了 拿出我们的3DS对比一下 虽然说不太像 但是以对比还是有这样的样子的 我们就直接开机 触摸屏被取消掉了 所以要按按键 这次改了之后就不需要 在到设置里面跳GBA模式 直接插卡带就可以了 吧不对 还是说要怎样 干 研究了一下发现 这玩意儿直接插卡带就行了 不需要跳进NDS的系统 插完卡带直接开机 直接进GBA模式 好了 视频的末尾 我来用这台机子演示一下我手上的这几款游戏吧 这屏幕看着眼镜也是受罪 算了 下一款吧 马利奥 相机看着很明显 虽然说眼睛看着不是这样的 如果各位想玩老游戏 还是去买高量GBA或者SP 原版这玩意儿就受罪了 眼镜看久了真的不行 下一款 射一下 这台机子是没法玩GBA卡带以外的 像我这个原版的GBA 宝可梦黄 插进去是没有反应的 你看 没有卡扣 开了之后也是直接进了NDS系统 总结一下吧 如果想玩老游戏 还是去买高量GBA或者SP吧 玩这一台真的挺受罪的 特别是这个屏幕 除非和本人一样比较喜欢这种改装过的机子 不然的话还是算了 不然的话还是算了